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会就两位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那么谭校长咪咪老师是Mimi Star International School 谭代表国际艺术学校的创始人 也是旗下多个学院院长带领着多个专业的团队 那么多伦多国际空中一家教育培训学院 加大英皇拉丁武考级学校 环球超新超模名校及中介有着十多年的成功历史 上一年新建立的音乐学院是由musician Dr. Darwin Eyer 主力为万景市民提供钢琴小提琴中提琴考级和流行曲培训 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好消息是 谭代表国际音乐学院欢迎Jerison Wu流行音乐教育入驻 那么Jerison Wu老师是加拿大本地顶级的歌唱老师 具有18年以上流行音乐的教学经验 曾多次担任多伦多本地唱歌比赛导师评委音乐总监 2015年中国好声音 纳音组四强学员常语的老师 自创平衡流行唱法 深受学生喜爱和业界同行们的好评 那么今天欢迎两位做客我们节目间 首先我们请LiLi老师和我们介绍一下 这次和Jerison老师的一个合作吧 哈喽ValTV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LiLi好 然后呢很高兴这次通过这个平台呢 来介绍我的唱歌老师 那也是多很多最出名的流行歌唱歌老师 Jerison Wu 那我自己呢是Jerison老师的学生 然后呢有一次下课的时候呢 他跟我说想跟我一起合作 那我真的说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非常非常的开心 因为也有很多做其他艺术行业的朋友啊 比如说做音乐的 或者做其他画画的 他们想要一起合作 然后我都会深重的考虑 然后呢 随着老师跟我分享这个想法 我想我一定能成为老师的好搭档 那我这次就想通过这个平台 跟大家分享这个好学习 欢迎Jerison Wu老师 入住我们MiniStar 潘代表国际学校 希望这次的合作呢 可以给我们关键的朋友们 还有多很多的朋友们 带来一个非常好学习音乐 和分享音乐的一个平台 好的 谢谢Mini老师给我们带来的介绍 那么我们想问一下 Jerison老师对于这次合作 有什么样的想法 以及当初是怎么样想要加入到一起去合作的呢 首先呢 就先谢谢这个Mini老师 我们大家有一起 这个很很 好好的聊过一下 我们的这个合作的机会 那我们呢 其实 我不是说 我并不想说是一次的合作 我也想是有一个长期的合作 那当然当中可能也会有 大家会有些不同的观点呢 需要一些时间去磨合 但是我们的共同的目标呢 是想把这个 音乐啊 舞蹈啊 艺术方面的 这些方面的 这些知识啊 理论呢 还有教学的课程呢 能够把它在华人社区里 好好的传承下去 这是我们一个共同的目标 然后我有将近20年的这个 流行歌曲 流行音乐的教学经验 然后再加上这个Mini老师 多年的舞蹈 艺术方面的这些经验 我们希望是强强联手 能够创办好这个音乐 艺术学校 不单只是在于这个 教课教育方面 还有我们将来会搞一些 更多的一些社区的活动 歌唱比赛表演之类的 都能大家一起联手 能把它给办得更好 在把我们的这些 教育方面的这些经验 能在华人社区里 多伦多加拿大的华人社区里呢 能够发扬光大 这是我们的一个目标和理想 谢谢 好的谢谢两位啊 今天到我们节目间 为我们分享了这个 合作的一个初衷 以及呢 合作的一些进程 那么能不能请Mini老师 给我们说一下 这一次合作 你们想要达到一个 什么样的效果 以及好像进展到 哪一步了呢 那这次合作的效果呢 我会想 比如说老师有一些学生 是非常非常优秀 就像中国好声音那些 获奸学生 那我们会通过一些 诗课或者诗课的小组 去重力地培养一些 音乐的人才 那也会有朋友 像我一样可能 就很喜欢音乐 也是希望通过音乐 来教朋友的 那我们也有大班课 那我们有不同的课程 去迎合不同的需要 然后我们 这些学生也有一些 那些朋友呢 比如说他跳舞好棒的 那我们可以去培养一下 唱跳的组合 还有老师很多 唱歌的学生很厉害了 那他们演唱会的说呢 我们可以给他 安排那个棒舞 或者给歌手安排一些舞蹈 那他们可以 又唱又跳 所以让这个内容 变得更丰富 也要通过我们 校内的一些课程 还有一些笑话的活动呢 就给学生提供 很大的平台 也给我们的赞助商 一些商机 所以希望我们这次 强强联手 然后为社会提供 更多更多音乐的人才 好的 谢谢咪咪老师 也希望你们这次的合作呢 圆满的成功 为多伦多本地 带来更多好的歌声 好的学生 把更多的学生 培养走进世界的舞台 让我们在更多的舞台上 能见到他们的身影 那么在节目最后呢 我们想要了解一下 现在我们学校的一些 其他的专业课程和兴趣班 有哪些呢 能不能请咪咪老师 给我们介绍一下 当然 谢谢Milly 那我们的大美女Milly呢 也是我们的空中女生的学员 那我们也有很多 女生的学生 比如说他们 有些是陪爸 叫陪读妈妈 他们把孩子送上学之后 他们就会过来 学习和锻炼 有些的是 下课之后呢 小孩子过来学跳舞 学形体 学模特 也有我们的上班族 他们是下班族才过来锻炼 那我们的课程呢 通过我们的四个学院 我们的舞蹈学院 模特学院 我们的瑜伽学院 还有语音乐学院呢 就把整个课程呢 就很软满 有些介绍他们呢 一个女儿留下来学舞蹈 一个男孩子学钢琴 或者学唱歌 所以他们就是一站式的 为他们提供你这个专业的服务 然后也是一个非常友善 一个非常有爱的一个平台 让我们去交朋友啊 一起过着很 时尚很健康的生活 好的 谢谢咪咪老师 今天给我们带来的 关于自己学校的介绍 还有呢非常高兴 您和Jerison老师 这次的强强联手 那么我们预祝 你们有一个好的结果 谢谢两位 也谢谢电视期前的观众朋友们 收看本期节目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两位老师再见 再见 谢谢 拜拜 拜拜